接下來跟各位談的事情是海底擴張的證據 第一個,這一條,我叫你記錄它,你記得嗎? 有 它,左右兩邊大概怎樣? 對稱,很自然啊 噴出來,推兩邊,噴出來,推兩邊 兩邊應該差不多嘛 所以呢,大象兩岸的海底地形大致對稱 這個是海底擴張的證據之一 然後呢,我跟你講過的學者討論這一題 他說海洋地殼都不老,大陸又有很老的 大海洋又不老,超過兩億年,為什麼? 因為老地殼都回家了 中間中央幾歲年輕,兩邊一次變老,一次變老 對稱型的變老,但是最老都已經下去了 回到地下,然後已經消失了 所以,海洋地殼都不老,沒有超過兩億年 因為老地殼都回家了 所以呢,就發現它有對稱性分布 所以中間新生層,旁邊比較老 然後呢,最老的就已經下去了 然後也因為中間新生層 所以沒有什麼成績物 旁邊放很久了,所以成績物很厚 所以成績物的厚度是中間最少沒有 然後我們這邊越來越厚,所以你知道 有新生層跟老的 好,這個是高中的重要的證據 國中沒有交 就是,當初岩漿噴出來 裡面的質性物質會順著當時的磁場排列 所以就發現它左右兩邊就記錄了當時的磁場方向 像時鐘一樣 這個是五十萬年前 這個是一百萬年前 這個是兩百萬年前 依次的紀錄 這叫做回遞值證據 這件事情在高中是重要的 國中不重要 因為沒有交 這個後面會再提 這裏的尾巴會提 明年交的地震會再提 中央幾次淺源地震 海多有深源地震 這跟它觀念的地方有關係 這裡就了解到 它的地寒對流上升或地寒對流下降的狀況 也因為這裡有這樣的地寒的熱對流 所以就有所謂的熱流量狀況 這些都是所謂的 海底擴張的證據 證明 海底有在擴張 很少人問 海底擴張的證據 看一看有沒有印象就可以了 那麼整個過程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有地寒熱對流上升 學武源將往上耗噴出來 形成新生的海洋地殼 然後把它拉開來 會形成東非裂谷 地理會交東非大裂谷 東非大地線 社會科的學生也考過這一題 它是一個張裂性的板塊漏造 中陽級的頂部就是烈谷 因為它向兩邊拉的時候會崩塌 會形成烈谷 可是東非大裂谷在陸地 所以它不叫做中陽級 只叫做烈谷 只叫做烈谷 東非烈谷 這類伍拉拉之後終於拉開 有斷開 海水就會灌進來 像洪海 洪海就是還沒有完全分開 上面還有一點點還連在一起的 繼續拉就全部都分開來了 就會有海洋 但是這時候海洋還不是很大 挪威海 然後就會越來越分 越來越分就會變成廣大的大西洋 阿西洋 這個是用文字跟你敘述整個的過程 然後接下來看的叫做烈谷 烈谷各位由上升 往上冒 向兩邊拉地殼扭曲變形 好曲 拉它來崩塌會形成烈谷 目前叫做東非大烈谷 東非大地嵌 海水還沒有灌進來 最後終於會整個撕開 就會有海水灌進來 這時候還不夠大 小小的海而已 但是呢會繼續的向外擴張 冒出來推兩邊 冒出來推兩邊 就會越來越大 就會形成像大西洋 然後呢中間叫做所謂的中洋景 就是所謂一翠的過程 看來像這個樣子 可以嗎 好 原上也有文字跟圖形 講一樣的事情 說一樣的過程 希望你能夠理解 那麼最後是一個鴻海張頁的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告訴你鴻海會裂開來的 然後呢就把我剛才的文字跟圖片 變成影片跟你展示 講的話是一樣的 這就是鴻海的地方 鴻海地方 他說他原來是在一起的 然後呢三五百萬年前在一起 然後下面看地寒熱對流上升 然後取變形拉開裂骨 最後終於分開了 結果海水灌進來 紅海上面還有點連在其他分開來了 然後最後會整個斷掉 然後形成廣大的大西洋 所以就是把我剛才的文字跟圖片 現在變成影片 然後講一樣的話 講一樣的話 OK嗎 好 又是 那麼這叫做海底擴張學說 但這個學說有個問題 他說 地寒熱對流上升 長出新地殼 把老地殼推兩邊 冒出來推兩邊 冒出來推兩邊 但是新生的海洋地殼很單薄 只有一點點 他怎麼去推動旁邊 早已存在的 又大又厚的老地殼呢 這意思是說 你跑到日本 被五六個相夫選手壓在地上 結果你一身來一腰碰 他們全部都彈開來了 這很奇怪啊 這個薄薄的新地殼 如何去推動這些老地殼 為了解釋這個事情 就出現一個新的學說 叫做 板塊構造學說 來解釋這中間所發生的事 這就是說我們等一下 要跟各位介紹重點 板塊構造學說 OK